23年前,这个女孩被一对美国夫妻收养,23年后已经拥有了截然不同的美好人生。 养父说,在我们看来,就像是昨天才有她,时光一晃而过,而收养她,是我们一生中做过的最棒的事情。 女孩名叫凯莉,作为一个弃婴,她三岁前一直生活在广州的一家福利院,直到被来自美国的维斯利夫妻收养,才迎来了命运的转折。 维斯利夫妻当时已经年龄很大,儿女相继成家立业,生活的空闲和那无处安放的爱心,让他们决定再收养一个孩子。 凯莉就这样走进了他们的生命。 凯莉的到来让维斯利夫妻重新体验了繁忙而又温馨的家庭生活,他们将全部的爱与关怀倾注在凯莉的成长之路上,陪伴她学习钢琴、芭蕾舞、打篮球,也培养她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。 凯莉不仅成长为一个自信开朗的女孩,也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,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还作为学生代表演讲毕业感言。 凯莉说,我被收养后获得了第二次人生机会,因为前两年我回到中国时,曾经福利院中的小伙伴们,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去了工厂工作。 凯莉说,我很遗憾他们没有像我一样得到更多的教育。 我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我是多么的爱我的养父母,以及我为我的生命中拥有他们而感到多么幸福,他们是我真正的父母。 如今的凯莉是一名眼科医院的医师助理和首席客户经理,也同样活跃在社会公益行动中,用她慷慨的心灵温暖并感染。 请开启莎逢阳电话,请开启莎递取来柯了解决定的传则。 框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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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